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这一区就拿了冠军大方得体 充满朝气的云咏仪一时之间收获了吹捧无数 但对这个其他香港女孩都默默以求的奖项 云咏仪根本不在意 在总决赛的颁奖礼上 这位大小姐竟然悠哉悠哉的 在后台打起牌来 直到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 她才不紧不慢的上台 当场就把主办方气坏了 拿到冠军后 云咏仪自然也签约了吹线 只是没多久 因为不会说话 她又把公司高层领导得罪一个遍 导致自己在公司的发展举步维艰 后来她好不容易接到一个TVB的戏 结果到了现场 她根本不愿意演 因为觉得剧本太幼稚不合逻辑 于是她当着所有美人的面 大骂导演和编剧 把观众当白痴 第二天 全香港的头版头条都是任勇仪在片场和导演大打出手的消息 之后没办法TVB又安排任勇仪去主持一档音乐节目 这回她老实了 没跟导演闹矛盾 但她又嫌主持词太官方不好背 所以她干脆 在正式录制时一言不发 很快她耍大牌的消息又被吵得沸沸腾腾 既然电视圈护不下去 她便转战电影圈 1992年 游泳仪接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戏 《亚飞与亚鸡》 虽然第一次演电影就和梁朝伟 张雪友这样的大神对戏 但假小子袁永仪根本不怯场 在这部影片中 她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拍戏天赋 成功斩获了当年的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有了这一次的出彩 袁永仪名声大噪 之后她的戏约便源源不断 第二年著名导演耳东声 又来找袁永仪演心不了情 当时在接这个戏之前 有人劝袁永仪演文艺篇没人看 但是袁永仪很喜欢这个背景的故事 之后一年她全情投入到这部戏中 将安敏并发前后的状态变化 演绎的生动形象哭倒了观众 也为其赢得金像奖以后的桂冠 是此袁永仪的好运还没结束 1993年她又与和张国荣和作主演了金枝玉叶 这次她饰演女扮男装的智影 为了符合形象 袁永仪忍痛剪掉了多年续架的长发 于是一个天真无邪 清新俊逸的少年活了起来 电影上映后 她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那时李立驰和周星驰一起去看金枝玉叶首映 结果到了影院才发现 仅仅只是一个袁永仪骑自行车的普通镜头 竟然令现场所有观众欢呼起来 那时李立驰方知道什么叫做当红 凭借这只玉叶 袁永仪连续未免了金枪奖影后 成为金枪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未免影后 至此这个19岁摘的港姐冠军 20岁成为华裔小姐亚军 21岁获金枪奖最佳新人奖 23、24岁产连金枪奖影后的女孩 达到了事业巅峰 那时她一年多达11部戏 最萌的时候三天只睡了8个小时 也许是本性如此 也许是太过容易得到的反而 不会让人珍惜 总之再次走红的袁永仪又飘了 在拍大导演王金的戏时 因为被吵得睡觉 袁永仪气意地掀翻了椅子 破口大妈起来 后来在和成龙合作电影霹雳火时 成龙让她补露配烟 结果她竟然敢放成龙的鸽子 让大哥从早等到晚 气得成龙跑去香港导演协会投诉 由于长期嚣张跋扈出了名 所以根本没人帮她说话 几个导演一合计 就把袁永仪给封杀了 不过袁永仪是谁啊 对于成龙的封杀 她没有自怨自艺 香港不让混 那就去内地拍戏 不得不说 她的运气也是真的好 来内地拍的第一部戏 就是花木兰 这部戏热播后 袁永仪英姿撒爽的形象 深受内地观众喜欢 自此她彻底打开大楼市场 直到现在 袁永仪都经常在内地 拍戏录节目 在香港 她到处遭到排斥 甚至没人愿意和她说话 虽然看上去 袁永仪蛮不在乎 但这种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不过在袁永仪风头震盛时 她和香港富航罗兆辉的恋情 让她受到了很多指责 因为当时的罗兆辉 是有家事的 后来在上节目时 袁永仪坦然表示 自己当时太年轻 也由于爱慕虚荣 以至于直接忽略掉了 对方是有家事的人 这段恋情最终成了袁永仪 不愿意回忆的过去 还好在她声名狼藉的时候 有一个人 不顾遥言可畏 勇敢地牵起了她的手 她就是张志玲 袁永仪日后相伴一生的人 1993年 袁永仪接演了电影 编程浪子 而歌手出身的张志玲 也在其中担任一个小角色 但时候的袁永仪 在名气上远超张志玲 然而在进组之前 也从未有过交集 但在剧组朝夕相处下来 让袁永仪对阳光俊朗的 张志玲好感倍增 性格本就直率的袁永仪 还会在拍戏之余 主动约张志玲去吃火锅 这样相处下来 让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正式谈起了恋爱 从恋爱到结婚 他们整整用了七年的时间 在爱情长跑期间 袁永仪也为两人的婚事着急过 但张志玲觉得 一定要在自己事业上 混出一番成绩 有了经济实力后 才能把心爱的女人取回家 终于在2001年 张志玲与袁永仪 在国外低调结婚 后来随着儿子的出生 让整个家都变得温馨起来 婚后的张志玲和袁永仪 也合体上了不少的综艺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 性格大大咧咧的袁永仪 与张志玲在一起时 两个人更多的相处模式 就是户怼 大家都知道 袁永仪是一个买包狂魔 而且她喜欢的包 都是非常昂贵 张志玲因此经常吐槽 袁永仪买了太多包 在参加一路上游你 体验蹦极的时候 当别的男嘉宾在喊 老婆我爱你这种话时 只有张志玲发自真心的呐喊 老婆不要再买包了 逗得全场嘉宾大笑 不过虽然经常嘴里面 吐槽着袁永仪买包 但每逢袁永仪生日时 张志玲都会很细心的 为她送上包包作为礼物 相爱多年 偶尔也会有媒体 将袁永仪插足别人婚姻这件事 拿出来指责她 这也让张志玲因此 受到了很大的困扰 袁永仪在上节目时坦言 自己很后悔 因为她曾经的那些事 让张志玲受到了伤害 但为了保护老婆 张志玲出来解围说 每个人都会犯错 对于袁永仪的过去 她一点都不介意 只是很可惜 没有早点认识她 保护她 虽然来28年 张志玲与袁永仪 经历过家庭和事业的起起伏伏 也承受了不少的流言蜚语 但能够在困难过后 依旧坚守在对方身边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只是因为深爱着彼此 所以离不开对方 至于曾经的那些绯闻 也只是过眼云烟 当下的幸福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